哈喽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斐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居然在多肉魔法堂中獎了 我中了500元禮券 上次跟了一次現貨團 剛好他們是週年慶活動 然後我就中獎了 超開心的 那這個就是拿中獎的購物金去買的 我們來開箱吧 首先第一顆是藍光 它是三仙之一 我其他兩仙都有收集到了 剩下藍光還沒有 很開心這次被我遇到了 哇這顆藍光滿大顆的耶 三仙呢是哪三仙 就是這個藍光 還有晚霞跟凱特 他們出狀態的時候有一層厚厚的白粉 就感覺仙氣飄飄的 所以稱他們為三仙 可是聽說不好養了 所以我要加油 那這顆就是藍光 再來呢是特選白鑽石 咦這顆好像是贈品 哇 把娘送的贈品這麼好 呵呵呵 真的很開心耶 贈品居然這麼好 讓我來看看特選白鑽石長得如何 哇 有暗紋耶 像羽毛一樣的暗紋 很期待它未來出狀態一定很漂亮 那根系發展得非常好 很健康喔 這個就是特選白鑽石 嘿嘿 這一顆是我最期待的花車錦 聽說它非常的難養 其實去年夏天我有入手一顆 可是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收到的時候 整個葉子掉光光 只剩下桿子 因為當時我是新手時期 不知道那個情況是可以反應的 所以你們收到寒肉有出現問題 記得要跟賣家反應喔 那我這次又遇到花車錦了 所以趕快加一 超開心的 其實剛剛拆包裝的時候 心裡有點怕怕的 可能有一些陰影在吧 很擔心它的葉子又不小心被我弄掉光了 還好還好 這次是健康的 那這顆就是花車錦 下面一位是黑天鵝 感覺最近我都買黑黑的多肉耶 只要是黑色的 我就會忍不住想要加一 來 這顆就是黑天鵝 它出狀態的時候會黑黑的喔 就算它在我們南方這麼熱的天氣 沒有出狀態變黑色的 那至少也會變紅色的 它的根系也很健康 都發根了 這個就是黑天鵝 再來是夜魔 當初看到它的照片被它驚艷到了 你們看 是不是很有聖誕節氣氛 外面紅紅的 裡面是綠色的 超應景的耶 這個月就要聖誕節了 這顆超漂亮的 整顆看起來也非常的健康 這個就是夜魔 再來下面一顆是紫水晶 又是一顆黑暗系的多肉 最近都對這種黑暗系的多肉沒有抵抗力耶 不小心就加一了 那這個就是紫水晶 看起來很健康 來看看它的屁屁 哇 也都發根了喔 嘿嘿 之後我把黑暗系列的多肉都養在同一區 來比較看看誰比較漂亮 來來來 再來 這顆是卡西歐 就是金紅仙子啦 我有一顆金紅仙子 我捨不得拔葉片 所以想說這隻是用購物金去買的 那我就買了我喜歡的卡西歐啦 而且這個是雙頭的喔 等一下我就來拔幾片葉片繁殖 哇 好期待喔 因為記得之前看過影片 有人說他們的葉片很好發根 那這個就是卡西歐 下面這一顆是黃熊 當我拆開來看到本尊的時候 哇 怎麼這麼可愛 比我之前收到的白熊還可愛耶 可能是因為它比較小 小巧可愛的 那這個好像躺在架子上有一段時間了 它在找光線 有點彎彎的了呢 等一下要立刻種下去 已經有根了喔 那很快就可以浮盆了 這個就是黃熊 今年我有黃熊白熊跟綠熊 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度下 一起加油 這些就是這次的開箱大合照啦 哇 那顆葉魔真的是超美超吸睛的耶 一直吸走我的目光 這次開箱 這次開箱通通都超喜歡的啦 還有那個黃熊超可愛的 那收到的寒肉呢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幫它處理一下 就是屁屁來一刀 能夠增加夏天生存的機率喔 因為有時候桿子裡面其實已經有點黑掉了 只是我們看不到 那就可以屁屁來一刀檢查一下啦 其實這顆花車井真的很捨不得砍耶 因為它底下已經稍微發根了 但是為了增加生存的機率 所以我必須幫它來檢查一下 那切的手法呢 就類似像在切豬肉這樣子切 像這樣的顏色就是可以囉 然後這顆藍光呢 我會留根 從長根的那個下面切下去 這樣亮個兩天 就不用等重新發根就可以種下去了 像這樣子還有根 那我亮個兩天 就會把它種下去 好了 這些就是都處理好的屁屁 這個呢是11天前我處理的桃蛋 已經發根囉 等一下就能跟黃熊一起入盆 其實有很多案例 就是收到寒肉之後入盆 叫完水就立刻化水了 那就是因為它其實桿子裡面 稍微黑掉了 沒有去發現而已 沒有去發現而已 叫完水細菌就大量的滋生 所以它就黑斧化水了 那我這樣處理呢 就能減少以上的情形發生喔 那今天的寒肉開箱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您的觀看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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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